3月以来英语湿冷的天气正值着果阶段的瑞穗乡文丹佑也受到影响 不少幼农纷纷向农会反应 而实地勘察着果情形也指出着果率比正常值少了约两成左右 优心今年产值受到冲击 期盼农政单位能够协助减轻农民的损失 文丹佑划开后原本应该是结石累累的文丹佑 现在却仅有零星稀疏的果实 文丹佑农看了直摇头 一颗文丹佑树正常平均都会结150到200粒的果实 但是农民说现在的着果率比正常值约少了两成左右 优心今年产值受到影响 开发期间它的天气不好 它就会受到受粉就会影响 受粉影响到它就不会结果 所以说不仅不会结果 而且掉果的机会非常落果的机会非常高 所以它受粉不好 那受粉不好 我们现在在树上看到有的扁扁的不正常的 它那个还会继续在落果 不只影响文丹佑的产值 由于多数农民都以文丹佑赖以为生 现在着果率降低 今年家庭生计也会大受冲击 也期盼农整单位能够重视 就没办法 今年这样子没办法再给它增加 对啊 你也是要照顺序来 要披草 要喷药 那些都是要再管理 目前正值着果阶段的文丹佑术却碰上了着果率下降的问题 农民也纷纷向农会反映 并且也实际到场查看着果的情形 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指出 今年低温天气 县内包括西瓜 芒果等也都陆续传出着果率不佳的灾害 17后一场蛮明显的 不管是低温或者是降 一定要增多 那我们县内的一些作物 其实有陆续传出 有受到灾害 比如像前一阵子 芒果或者是西瓜 大概像近期的话 是那个文代 文代用它的结果期跟开花期 那目前是有一些 种老长的农友反映出 他们的开花状况好像不太好 那我们也是这边呼吁农友 如果你们的农作物 有任何的受损状况 请你必须要及时通报公所 那公所才会跟县政府通报 我们才能够启动摊灾的程序 县政府农业处地方农会 除了是呼吁农民安全用药 加强田间管理 若有灾害严重 也请农民向地方公所提报转程 县政府也会请专家实地评估现况 查看细旧 必要时也会提供相关的协助 以减轻农民的灾害损失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 第二十分钟 第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感谢观看